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自己的精力发到博客上 以便争取更加多人的支持 他还曾经在华盛顿特区赤裸着上升骑自行车 来支持解放乳头的运动 柯文顿说 对于女性来说 赤裸上升行走 会给她们很大的精神力量 特别是当年满怀信心和平并且宁静的赤裸胸部时候 尤其是如此 柯文顿将自己在华盛顿特区兵器法尼亚州 纽约州以及新汉布什尔州等地的裸胸行程 拍摄成了纪录片 并且上传到了名为Breathe are healthy 胸部是健康的这么一个博客上 柯文顿说 他非常喜欢裸胸 实际上他更加喜欢不穿上一TOPLESS这个中性的词汇 他说 除了让自己感受觉得非常舒服之外 裸胸让我感到非常自由 柯文顿说 现在并没有很多的女性体验过这种舒适的自由 很多人认为裸胸是一种丑陋无耻的行为 而他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 柯文顿表示他的行为不该被视为颠覆性的行为 柯文顿也表示很多有趣的经历他感受到过 他讲述到他与警察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和谐 在他裸奔的时候 曾经有人报警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与警察晚必合影留念 他说 我在公共场合曾经与警察有过多次的对话 通常会吸引到许多的人围观 但最终警察都允许我继续的裸胸之旅 当然 柯文顿也曾经遭受过很多的尴尬 他与未婚夫在布鲁克林公园散步的时候 被一名男子当街的辱骂 而他只是静静的站着 继续吃他的葡萄 他在社交网站发文说 要求人们正视裸露胸部的行为 新汉布12州 此前曾经出台过法律 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暴露胸部 但是数月后就被废除了 此外 在美国的许多州 比如说犹他州 印第安那州 以及田纳西州等 在公共场合 女子裸露胸部都是犯罪的 总而言之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和大胆的姑娘 我们不提倡大家这么做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对他多一些的宽容 好了 本期节目就播放到此了 喜欢的朋友 下期腾文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